大马路上紧紧跟着四轮机车的白色轿车 接着过弯,下一秒 白色轿车突然往左翻了一圈 整个车子四脚朝天 晃了好几下才停住 回到事发现场 地点就在安定派出所前 翻车第一时间 派出所听到巨大声响 远景都跑出来查看 索性驾驶只受到轻伤 还能够自行爬出车外脱困 由于地点就在派出所旁边 本所远景听到巨响后 立即前往查看 发现一车辆已翻车倒在路中央 驾驶已经自行爬出 索性并无大碍 事发在24号早上9点 安英路安定派出所前发生车祸 当时白色轿车从安乐区 往四区方向行驶 经过派出所50公尺附近 突然发生侧翻 驾驶事后向警方攻称 因转弯不慎导致 插撞到路旁的停放车辆 因而失控翻车 由于事故地点就在路中央 于是本所远景立即管制双向车流 避免影响回堵 并有交通队会测以厘清事后责任 警方对驾驶实施酒测 并没有酒驾 而实际的开车走一遭 这里是狭坡路段 路幅又弯 地面上还有提醒大志要慢行 看看路边车辆不但留下了长长刮痕 另外一辆轿车的车尾被撞凹 现在驾驶不但要修自己的车辆 还要赔偿其他车辆 维修费恐怕不小数字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